这个女孩在练习防身术 只为遇到歹徒时 能让他们更加兴奋 班德迷恋上魔术 把牛奶倒进报纸里 净凭空消失 只可惜下一秒就穿帮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千年前的披萨店 正是弗莱工作的地方 他们推测 披萨产还能打店员的屁股 弗莱发现 曾经的爱犬现在已成为化石 他整天抱着狗 班德的情绪有点失落 教授准备通过克隆技术复活他 弗莱给爱犬布置新家 班德粗意大翻 自己也养了条机械狗 连艾米都看出他的吃醋 突然教授发来通知 准备进行克隆重生实验 气得班德一脚踢翻机械狗 教授宣布 实验要借助熔岩的力量 他插上电源 给狗脑扫描 紧接着采集DNA样本 这时班德突然出现 他脑胸成怒 把狗子扔进了熔岩尺里 教授表示化石很坚硬 狗子不会马上死去 弗莱脱掉衣服 准备舍身救狗 费力拉及时阻止 班德要为自己的过失赎罪 他跳入炙热的岩浆 突然班德从龙眼里钻出 他的眼睛都被融化 教授提取出狗子的DNA 发现他已经15岁了 可弗莱认识他时才3岁 弗莱叫停实验 表示狗子已经完整的过完了一生 还是让他安息吧 实际上 狗子在弗莱失踪后 不断的寻找他 甚至都追到弗莱父母那里 最后他在披萨店门口 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 用一生的时间 等和弗莱再见一面